欢迎收看今天台视晚间新闻 我是宁如 四年前震惊全国的华山根施案 凶贤陈伯谦一审被判处死刑 但是二审还有更一审都认为他符合自首要件 有叫霸可能 与简刑改派无期徒刑 检察官不服上诉 今天被最高法院驳回 维持无期徒刑 全案定业 陈伯谦确定逃过死刑 这个结果让被害人的父亲完全无法接受哽咽现身 痛批台湾司法已死 还说昨天晚上梦见女儿十分狼狈恐惧的样子 现在想起来还是悲痛不舍 我悲痛跟不舍 我昨天晚上真的还在梦见她 看她很狼狈的样子 我这样相信她一定非常的恐惧 话说到一半忍不住哽咽 四年前命上华山大草原的宝贝女儿 到现在都还是经常入梦 但高爸爸除了悲痛更气愤痛批 司法没有还他们一家人公道 台湾的司法已经死了 没有公理正义可言 真的好痛心 因为杀害女儿的恒心凶手确定逃死 四年前射箭教练陈伯谦 在华山大草原杀人分尸凶残犯案 入狱后还说打算记录犯案过程出书大转一笔 一审法官认为她毫无悔意 依照性侵杀人罪判处死刑 但二审法官认定她符合自首要件改判无期徒刑 案件上诉发回更衣审 法官判定陈伯谦有叫化可能 一样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官不服再上诉 现在被最高法院驳回 也就是说陈伯谦无情徒刑定业 确定逃死 先前高院法官曾痛批 陈伯谦令人法指极端恶劣 不过最后法院却以可教化当理由 让他成功逃死 死者家属强忍悲痛到处奔走 四年前女儿再也回不了家 四年后也逃不到司法正义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